因为反对科学家们用活猪进行实验 这两名恐怖分子将一颗定式炸弹 悄悄地放进美国一处生物实验室 可就在炸弹爆炸的前两秒 突然返回一名工作人员 丽莎因此背上杀人的罪名 带着家人逃到亚马逊雨林地带藏身 没想到时隔多年后 曾经和她一起炸毁实验室的理查德也来到这 这也让丽莎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悄悄地跟在她的身后准备查清楚 理查德跨越障碍轻而易举 可轮到丽莎的时候偏偏把树干当成了床 砰的一声压得粉碎 听到声音后 理查德急忙拔出手枪警惕地看向四周 因为有树干的遮掩 丽莎暂时没有被发现 可糟糕的是 树干的内部到处都是虫子 其中的一只甚至要爬进她的耳 虽然身上起痒难耐 但丽莎也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要是被理查德发现她就会前功尽弃 幸运的是 理查德在观察一段时间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收起枪继续赶路 等丽莎跟上来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一群武装人员直接将理查德围在了中间 通过他们的样貌 丽莎十分的确定 他们并不是社区的人 本以为理查德会有生命威胁 可没想到双方只是交谈了几句 其中一个男人丢给理查德一个黑色袋子 至于里面装的是什么还搞不清楚 交接完之后 这群人悄悄地退回了丛林 通过这件事丽莎隐约地感觉到 理查德来到这里一定是像十年前一样 又要炸毁什么标志性建筑来抗议政府 之后将所看到的事情告诉给了尼克 说自己有了一个逃亡的计划 那就是抓住理查德的把柄 并将他出卖给美国安全局 这样一来就能换取他们一家人的完全护免权 尼克坚决反对 说你们曾经毕竟一起共识 出卖朋友的事情他不想做 况且经历过雏鸟程序事件后 他对美国安全局失望透顶 不想和他们达成任何交易 承诺一定想出一个更好的计划带着家人离开 此时的尼克还不知道 在理查德还没来之前 自己差点被丽莎交易出去 可如今他又将目标锁定在了理查德身上 因为比起尼克来说 理查德将更有分量 因为他是美国安全局十年来梦想抓到的目标 约瑟夫也因此官复原职 他和上司汇报说 只要抓到理查德制造恐慌的把柄 他们就实施抓捕 而这一切还要依仗丽莎给他们传消息 丽莎则是软磨硬炮得到了理查德的信任 成功地加入了他的破坏计划 之后他带着丽莎来到一处建筑工地 不远处就是即将成建的度假酒店 已经有大批的丛林被他们破坏 再这样下去将会有更多的野生动物因此灭亡 而理查德要做的 就是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邀请他来到这里的人正是吉尔默 理查德的初衷是为了伸张正义 而吉尔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多年来他一直靠着帮贩毒集团运输补品赚取高额的利益 如果丛林被毁 他的贩毒路线也会因此荡然无存 更巧的是 这个度假酒店的幕后老板 是当地最有名望的家族 吉尔默曾是这个家族的长子 因为贩毒而被赶出家门 如今姐姐独揽大全 她隐约地猜到上次的发布会事件就是吉尔默所 警告她如果再妨碍项目的进展 她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可吉尔默又不是被吓大 心里早有了自己的打算 这也是理查德突然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他们虽然目的不同 但却达成共识 打算诈毁当地一个发电站进行抗议 丽莎则被安排站在高处进行放手 理查德将全部的计划告诉给了丽莎 得到准确消息后 丽莎就马不停蹄打给了约瑟夫 直到对方承诺给他们出具一尊书面的豁免承诺 才放心地将行动的时间告诉他 原来理查德定在明天中午的一点 炸毁整座发电站 听到这个消息 约瑟夫先是震惊转而惊醒 因为只要他成功地捣毁这次恐怖袭击 升官发财将止日可待 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的一切 竟然是理查德故意布下的陷阱 等到了第二天 丽莎按照约定赶往高地进行放手 理查德则是来到不远处的一个村庄 在这里他提前准备了一辆运输车 如果没猜错的话 上面应该是装满了炸弹 下午的一点整 约瑟夫只拍数十名特种兵将发电站团团包围 而刚当那辆运输车也已经赶到这里 对讲机里传来理查德的声音 询问丽莎是否安全 丽莎急忙回复说安全 可内心却充满了内疚 毕竟曾经的他们一起出生入死 如今却迫不得已背叛自己的朋友 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特警控制住车辆时 上面走下来的人并不是理查德 看到这一幕丽莎无比震惊 带着一家人逃回美国的希望再次落空 而此时的理查德就站在不远处目睹这一切 对丽莎失望到了极点 理查德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想测试一下丽莎的忠实程度 因为他们要做的事情 远比炸毁一个发电站更加的凶险 而另一边 吉尔默再次找到尼克 准备安排他帮自己完成第二个任务 而这一次的任务 并不是像在发布会上做点手脚那么简单 吉尔默告诉尼克 虽然他不制造毒品 但他的手上操控着整条贩毒路线 靠着雨林的隐蔽 为众多贩毒集团提供毒品运输通道 可最近他的生意突然面临两个威胁 一个就是即将成见的度假酒店 如果丛林被破坏 那么他所控制的贩毒线路将荡然无存 这个问题他已经交给理查德帮忙处理 而另一个就是当地警方的干预 想要消除这个风险 就需要尼克所研发的雏鸟程序 来预测警察的一切行动 而交换条件就是 尼克一家可以继续在红房子生活下去 否则他将派人遣送他们回美 到时候在58同城找了安稳的工作 一家人就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 可尼克心里十分的清楚 吉尔默这是在赤裸裸地要挟他 如果当面拒绝没准真的被送回去 但他也不甘心自己的软件 文为犯罪的工具 只好先表面上答应在从长记忆 吉尔默为尼克安排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 命令他在72小时之内 将所有数据输入雏鸟程序 而就在输入数据的时候 让他发现一个反制吉尔默的筹码 这份文件表面上看去很普通 但上面的图片吸引了尼克的猪 那是一片孤岛 于是他的心里有了一个大大的想法 那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社区 完全脱离政府和吉尔默的掌控 但最大的困难就是 该如何从吉尔默的手上 将这个岛屿夺过来 等到了第二天 尼克带着儿子查理准备前往那片孤岛查看 可在前往的路上发现一个古怪的村庄 只见一个男人从车底取出两包毒品 这也让尼克意识到什么 等所有人离开后 两人偷偷地跑进一间房子 查理在草堆里面发现一个桶 打开盖子里面装着大量毒品 尼克急忙拿出手机拍下照片 而在不远处的一个角落 发现不少用来称重的设备 看到这些东西尼克隐约地猜到 吉尔默每次在给贩毒集团运输货物的时候 都会偷一点藏起来 等攒足了数量再卖出去 这样一来既没有风险又有高额的利润 但这件事要是被贩毒集团发现 吉尔默将死得比谁都难看 利用这个发现没准就能反制吉尔默 可就在她准备去和吉尔默谈判的时候 女儿爱丽竟然不见了